Hello,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稍为短一点, 但也挺有趣的话题,就是国内传媒界裡面 有一位大家都很熟悉和很尊重的传媒人,胡舒立, 他最近在他的一些文章裡面, 其实不是讲政治的,是讲饮食的, 裡面就出现了一些照片,就是有个猪头的, 来龙去墨是怎样呢? 就是说他现在有时都写食经的东西, 在他的微博裡面出现了一些介绍饮食, 但是有猪头的照片,结果外面马上起哄了, 你说有没有炒作成份呢?我都觉得有的, 你当然暗示不知哪个是哪个人, 有些人说暗示这个,暗示那个, 有些人说暗示习近平, 有些人说暗示特朗普之类的, 到最后这个微博裡面的文章是删了的, 不想太起哄了, 所以我估这个也不是胡舒立的原意, 要引起什麽什麽的争论或者关注, 因为就我们所了解的胡舒立, 他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 他过去是经常就实事求是的新闻, 尋根究底,然后揭露了很多东西, 所以他过去创立的财经, 那个杂志非常有威信, 到后来要形势改变, 于是离开财经, 于是有一个财新,新旧那个新, 所以他不是一种哗众取种的作风, 所以现在, 免得引起那麽多的猜测, 文章删了, 大家理解的。 只不过是从这件事裡面, 我们引伸或者烫阔一点来讲, 展示了其他有三点很重要的观察, 我们不是直接讲这件事了。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现在一个文章想引发大家讨论, 有很多的讲法, 其实是猜度加了自己的意志的。 有些人说他现在是暗示习近平了, 有些人说他所讲的就是, 怎样讲呢?我先看看, 就是说为一些力量凝聚等等。 我的判断和现在的形势, 我觉得不会是这样的。 一来我刚才讲了胡书立的人不是这样的。 第二,就是眼前的形势, 大家无论是任何一方面的力量, 首先第一件事,都是要保护自己, 不会是主动出击的,是吧? 怎会在这段时候主动出击呢? 因为你现在这个时候主动出击的话, 就一定是枪打出头鸟。 有些人说不是,背后已经做了很多凝聚, 大家只需要某一个时候的揭杆起义就可以了。 我要说,我的观察就是现在没有一个这样的凝聚, 即是你讲已经有一个凝聚, 什麽反习力量等等呢?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自己的一个幻想或者想法, 或者一个希望。 所以,有些人就说是否背后的王岐山等等。 我觉得这些来讲,全部都是大家一厢情愿而已。 我不是说帮哪边, 我只是观察中国的力量的凝聚, 或者是一些情况的突变, 某个程度上会有蛛丝马迹, 以至它可不可以还好似以前那样, 真的靠内部而不涉及到冲突之下去解决问题呢? 很少的嘛。 所以,不会说这段时候特意要挑起什麽, 即是所谓两边或者中外等等的磨擦, 哪个是第一枪是很重要的。 等于当年的韩战,韩战的时候, 为什麽北韩当时的金日成呢? 当中国回顾的历史,要写回当时的历史出来的时候, 金日成,即是现在金正恩的爷爷, 他很介意中国讲, 或者暗示到当时韩战的第一枪, 就是北韩要打的。 因为谁说要扭起打, 先聊者自打死无冤的。 负面,就是那个评价一定是负面的。 所以,在这个环境裡面, 我觉得第一件事, 大家不要觉得有人要挑起一个势头, 是要政治奉藏。 好了,大家跟着就说, 你过去不是讲胡书立背后跟这个王岐山关系很好吗? 我从传媒的角度去分析, 为什麽呢? 我觉得不会是的,为什麽呢? 第一,王岐山当时是负责中纪委工作, 而他那时候的工作是在习近平要求, 或者没有你最好的了, 是在这样的环境裡面, 王岐山大刀阔阔,打老虎。 是吧? 在他主政的时候, 按照一个效果的规律, 你当然要做势, 当然要由传媒, 你说由传媒先审先定性, 或者由传媒详细披露, 让你死得深复口复, 或者对群众教育, 你一定有一个传媒的渠道,是吧? 而当时很多事例, 即是具体案件都是由财经胡书立那裡登出来的。 这个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都做过记者, 大家说如果有这麽好的新闻来讲, 我无论权料是哪里来的, 我都努力去报道的, 我以前采访的时候, 很多人以为很多人放权料给我, 我可以告诉你, 我们当时采访是非常辛苦, 没有任何一个渠道, 放消息给我们, 跟着我自己采访, 我差不多每采访可能只有一句说话而已, 然后这裡陷下那裡陷下, 到最后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新闻而已, 哪里有人放料给我们呢? 所以,从胡书立的角度, 关键就是你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可能他自己再去找什麽渠道, 而如果当时王岐山作为中纪委, 又需要有这样的渠道来讲, 这个是在习近平的认知之下进行的, 这个不是一个什麽东西, 即是外面有一个王岐山又另起路走, 情况不是这样的,是吧? 还有,如果你再这样看的时候, 过去不是曾经说过网络问证的?是吧? 记不记得有一个人, 不要理他了,不要讲他的名字了, 大家找回可能。 他那时候不断去揭发, 谁是谁的问题,有问题了, 是副部级的, 有三十多个人揭发了之后, 有些不是那麽高级, 是往往调查之后是成事的。 所以这个网络问证当时人们说好, 民众监督, 你说他们那些有没有人放料呢? 我也不知道。 总之现在这个网络问证就不存在了, 而那时候网络问证有成效, 过一段时间就停了。 这个可以看到, 那个运作上有时候, 哪些是有真正背后的放料, 哪些是真正靠自己传媒去挖的料, 是外面分不清的。 所以,这裡就出现第二个问题了, 就是传媒努力不要成为斗争的工具, 是吧? 内地的传媒人更加很少是自己挖了一件事, 报道完之后, 还希望引发了一个所谓政治炸弹, 他报道了这件事, 往往是国内传媒自己到时适可而止, 不会主动又弄一些照片出来, 影视谁, 这个不是我认识的国内传媒。 所以,第二点可以看到。 第三点,你说这件事, 风从那里,我经常跟大家讲, 新闻要知道风从那里, 现在我们不知道这个新闻是怎样来的, 或者有没有背后, 从胡书立现在的微博力没有了, 从这点来讲,可以看到他是不想激化, 这个良好愿望我反而欣赏的。 好了,接着就是说, 你可以讲, 你不知道谁放出来,或者谁炒气了, 谁炒气了。 如果说是从凝聚一个挑战而加权威的力量, 我觉得这一件事也不是, 是眼前的阵状, 为什麽呢? 你面对现在这样的环境, 你不会是自己无端端跳出来的, 你这样就被人逐个击破, 是吧? 到最后,很可能假如是有什麽碰撞的时候, 很可能是再过一段时候, 你说凝聚到有一定的实力, 跟着到关键时候, 我突然间凝聚爆發, 好像当时邓小平、叶剑英打倒四人帮, 你说是否突然间,因为毛泽东死了, 于是关键时候,这样爆發, 会不会有呢? 不排除这个可能, 但是眼前这个形势不是成数不高的。 反过来,你说会不会有别的人, 明知你们个个冒起来了, 我现在先将你逐个击破, 然后放些材料出来, 看你谁格出来才打,有没有那麽可能呢? 如果是这样,你只能够讲他, 他是很懂得这个权谋, 然后制造,然后将你逐个击破,是吧? 这个是中国宫廷政治裡面的特点,是吧? 所以,我现在都不是作结论究竟哪一个可能性大, 我只不过是说, 如果是在这样的眼前的情况裡面, 最符合大众利益的, 就是大家都不要以这个政治斗争的角度出發。 跟着你才可以真是你说习近平二十大过不过, 或者他过了,过了之后还能不能够凝聚力量, 还会不会有些人觉得这样自己被秋后算帐, 这些我们老百姓是控制不了的, 只要高层裡面的自己, 真是抱住一个稳定为民谋福祉的角度, 便互相平衡、互相收敛, 这样才是最有用的。 所以,现在看到这些来讲, 大家不要从一个添烦添乱, 所谓搞混水, 你说挑拨离间, 现在是不存在这种情况, 而且挑拨离间, 往往你的效果不是你的主观意愿达到的, 所以,我只能够透过一些这样的现象, 作一些观察的分析, 总之一句说话, 大家一定要相安无事, 然后老百姓继续沉着存在策略, 这样就最好了。 好了,今天短短的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话题, 我们下次再看看其他话题,拜拜!